让一次性剪出一朵小莲花 我们可以这样来画图 首先把标画阴影的位置剪掉 我先来剪外轮廓吧 这样圆就出来了 然后把下面的这半圆剪掉 这里呢是中间的莲碰 最后把这个圆芯剪掉 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剪掉 这里的半圆也要剪掉 接下来我们来剪这个位置 它是需要用剪刀扎孔才能剪的 这里也是 经过对折之后呢 我现在纸的厚度大概是12层 剪起来是有一些困难的 再剪这里 这个位置也是 同样继续剪 把这个毛刺的形状修一下 这个位置也要修一下 我们在剪毛刺的时候 由于纸张过后 就可以把它拆开 我们分成三次 把毛刺剪出来 继续来剪这个位置 由于这边的纸对齐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捏紧 另外呢 折痕也要对齐才可以 这个位置转过来 从对着边开始剪毛刺 一朵盛开的 而且是正面的莲花剪纸 就完成了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